我問一個問題 警暴已經是鐵證如山的事情 不用再問你了 我想問的是火山癌的問題 政府就花錢去做火山癌的研究 我就想問一下 你是不是心目中已經有一些地盤 是想著可以開發 而這些火山癌 在香港的儲藏量是很大 但是它的分佈是怎樣 會不會就是你借這些火山癌的研究時間 無端端又搞到好像找個項目去開拓 或者我們叫先破壞後建設的土地的安排呢 是誰回答 梁錦沛先生 應該是誰 你講你的名字 劉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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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 劉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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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那個 室內的選擇 因為如果看報道資料 火山癌 其實很明顯是沒有火成癌 即是花肝癌 那麼堅硬 如果用一些比較脆弱的石頭 除非你覺得就是第一技術可行 第二個就是 你是不是已經有些很明顯的 是選擇了一個範疇 我想知道 請再答 主席 火山癌的分佈在香港都比較平均 並不在於一兩個地方才有 因為它有一半的石頭 在香港是火山癌 而整個香港大部分地方 都是一些熔癌而形成的地方 另外我們現在這個是一個可行性研究 在技術上看看可不可以做到 以往其實這些火山癌 是和一些碩士裏面的物質 是會產生一些化學反應的 這個就在以往是用不到 但是在外國的經驗 可以加一些物料 可以令到這個化學反應 是可以抑制的 所以我們看看香港可不可以 應用這些方面的技術 多謝主席 林卓廷 林卓廷議員四分鐘 選擇怎麼講 選擇 你過了鐘 你再按吧 你很快到你的 林卓廷議員四分鐘 梁徚廷議員四分鐘 林卓廷議員四分鐘 林卓廷議員四分鐘 台灣委員成為 林卓廷議員四分鐘 他們連結請出現 oy稱 我想問Madam 我看到有很多市民 有需要報案的時候就去報案室 但是現在警署的報案室 很多時候是關閉了 剛才尹兆堅議員提到 7.21的事件是最清楚的 主席,我先申報利益 我正在告警務處處長一哥,民事索償 我便想問Madam 你們翻新的報案室 那報案室的大門是否門常開還是門常關的呢? 那個電話會不會開起 好像7.21事件發生那樣 打來警署沒有人聽的呢? 門口又不開的呢? 又沒有人去到現場去救市民的呢? 你剛才還說大言不慚 說第一時間去幫市民? 怎麼第一時間呢? 當晚你這麼多人在現場 便衣來的,看著情況的 任得市民被暴打幾個小時 你做過些什麼呢? 你現在叫我給錢你翻新報案室 那你要說個理據吧 你是不是真的在履行警暴的職責呢? 李總警司請回答 主席 首先我想說回我們全香港總共有79個報案設施 在過去的8個月,我們總共有45個報案設施 是相繼被破壞、被釘汽油彈、被縱火、被損害 7.21那時根本沒有人釘汽油彈去警署 元朗警署沒有受過閘 你說這些有什麼關係呢?李總警司 而45個報案設施當中 你要說因果才可以的 你在這裏大放缺詞 7.21當日,元朗警署有沒有中過汽油彈啊? 之前有沒有中過啊?沒有啊 你說這些之後發生的事 推去之前有沒有因果關係啊? 而當中我們是需要 即時有部份的設施 是需要緊急維修和復修的 你說當時未發生的事,你明白嗎? 李小姐,你現在做未來報告啊? 7.21當日,之前有沒有警署被釘汽油彈啊? 沒有啊 我們7月的時候已經有部份的設施 或者是警署被攻擊 當日元朗警署的人是去報案啊 你關了門,你說怕別人釘汽油彈 你是不是這樣意思啊? 首先說回我們新一代的部份的工程 其實在我上星期五跟你說說的時候 已經說了其實兩大原則 第一就是我們希望使市民來報案的時候 在一個私隱度可以提升 第二的原則… 全部都進不來,關閉門 電話又不通 你想別人怎麼報案呢? 進不來就是因為在去年6月底、7月開始 已經持續在我們的警察的設施裏面 被人攻擊、襲擊 而導致我們的相關設施 你現在是需要即時復收和維修 根本當時元朗沒有一個警署受責 你在胡說八道 你當時失職 沒有做好保護市民的責任 你就反過來把責任推卸給市民 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一代的報案室的設施 剛才說了,上星期五年也說了兩大原則 第一就是為了保障市民的私隱我們改善 第二就是希望警署的分流、工作和效率 是能夠更加提升的 多謝主席 好,我想和大家… 你等我先說吧 我想和大家說清楚 李總督察其實他是策劃及發展的 李總警司,現在說得很清楚 現在大家最要明白就是 李總警司他今天來是回答一個財務建議 是說那些新的報案室怎樣去整 如果大家…我明白大家對721 很多問題也很多不滿 這個是我明白的 但你要找一個適當的場合 他現在不是一哥 一哥你就問他這些事 但現在不是的 你問這位李總警司 他就算強行回答你 其實也沒有什麼代表性 因為他不是最高的領導人 就是你… 海斯說721 就是他的專長 就是在說那個財務建議 現在在說你之前問他就對了 或者你之前問不就對了 究竟是封閉式 那個報案室還是怎樣 那據我所知 你先等等 4月16日是下個月 我們4月就有環節特別財委會就會是說 就請一哥來的 到時你就會問他這些問題 當然…你一定要有相關的 你不可以… 就是你問你預算 為何要花這些錢那些錢 就不是在這裡721那麼大件事 那麼複雜的情況 你問李總警司對不對 我覺得不對 而且這不是一個財務建議 希望大家明白 你們大家做了這麼久也好 我只是想大家找一個適當的人 去問適當的事情而已 你不要說我不讓你問 就是一定錯 我不是一定錯的 而是… 剛才我一坐下來就說了 他只說721 完全都沒有… 沒有說別的起碼要… 喂你拘捕下去 起碼都有個財務建議 你不是嘛 現在就是這樣 總之我希望提提大家 這個就是財務建議的會 這位…Madam Lee 也是來回答財務建議的事情 大家不要走到天那麼遠 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我讓你這樣走下去 我想說10天都沒說到 這班同事多少人 多少人都坐在那裡 搞到什麼時候都搞不定 停了 就是說主席什麼時候停 是由主席決定的 你先打人 我聽我說完 我希望所有同事都明白 我們要這樣 包括看電視的市民 都要知道我們 是說一個財務建議 是很狹窄的 是說現在這筆錢還要很清晰的 這個整體貨款工程 這二百多億 是這個 如果在警方來說 有些或其他設施 都是設施的東西 你說721這麼大件事 這麼複雜 你覺得在這裡是適當場合嗎 我覺得不適合 希望大家明白 待會先到你了 你已經禁止了 好了 規程問題先 尹兆堅員 主席 我剛剛等林卓廷 你讓他回答我才問 我只問那個問題 跟林卓廷有什麼分別 你一坐下個位 你一聽見721 你好像插著了你 所以你一問副主席 我要求你看帶 你要他回答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一完全同出一節 就是我們不是單單說721 這件事本身 721警隊的表現不濟 令到我們覺得 我說得很清楚 你沒有聽著的主席 我都不是說報案中心 我說你很多人滿捨了 去了報案室 你又拉閘 又不聽電話 橫頭都不聽電話 我就問你這樣做是不是對 你會不會再這樣做 為什麼我們還要批款給你 他就回答 做得很好 以後不會這樣做就行 為什麼我那個你不讓我講 林卓廷的問題完全一樣 你就讓他講 你聽我說 我好欺負一點 是不是發火才答主席 第一 不是表示你大聲過 林卓廷就表示你對 你也擺著咪 那就代表你對嗎 你聽我說 我們說721嗎 你聽我說 我用個例證來告訴他 不值得給他錢 他要說服我 你停止發言 你是不是要繼續吵下去 好了 我只是想說 林卓廷上星期是問開 那個設施 我上一節就問開 你這麼好笑 你聽我說一下 他在說封閉式是怎樣 他一開始已經說到設施 你適當的做法 我沒有那麼難做 你一開波二已經說721 又說做得怎樣 主席你肯定錯不裁決 我冷靜地跟你說 那你會不會去看貸 我不會看貸 副主席 讓我講完 我一來到就是問那樣 因為你下半場才回來 我現在是個別去看 我看你當時問的 總之我 你都沒有不知道上文下你 你卻關了我 有沒有搞錯 你只喜歡去看貸 你只要回去慢慢看 我就要繼續主持我的會議 那你先讓他回答我 你先讓他回答我 現在是甚麼事 你都未令我肯定 我為何要回答 我關正的 你真的很離譜 你不要讓全港市民看著 你出醜 我不覺得出醜 我覺得是完全解決了這件事 完全是雙重標準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覺得完全不是 根本我們花那麼多時間 其實都未必對 但是大家有時都 有差一點就算了 不是絕對相反都算了 但是你不表現我們可以無限量 我沒有無限量 我在問報案室 問報案室那次這樣做是不是不對 他以後會不會這樣 他說他以後不會 那次是不對的就行了 尹兆堅 你現在是想這樣說 那別人答不出才行 不要緊 他說那次是對的 絕對以後都是這樣做就行了 我就知道怎麼投票 這是你的理想 我就知道怎麼投票 他要回答我 我只是知道 會引來更多人在不斷地 那你為什麼叫他回答林卓廷 林卓廷因為他開得好 他在那邊 你都沒有回來 你都沒有聽過 我問了整節 陳振英一直給我問的 我不會和你糾纏下去 我只是告訴你 不是是你和我糾纏下去 如果你不太懂得 有其他問題 你越說越錯 你去問林卓廷 麻煩你 就是這麼簡單 你真是很離譜 講完下一個規程問題 林卓廷 主席 我純粹資料提供 說回事實 我其實問那個問題 是學尹兆堅的 因為尹兆堅問的時候 你看看餅帶 他是引述了總目703 3004 GX 是說清楚是問那個報案室的 他開了頭 他不是一下去就問721的 你可能太怒氣了 聽漏了他之前的開場白 主席 我不覺得是 你很簡單 那他真的有說的 林卓廷 你不要倒退 你不是說 叫了那個項目號碼 然後再說其他就行 這個是一個 他有引述下去有一個邏輯 我裁決了 我亦不會再去檢討 總之大家 你又用一個標準來做 好 後面那位 好 後面那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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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